20-20选战岛内各党已提前开打。 自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选后,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也登记初选,拟谋连任。 陆营内部也随即开始战队,而日前, 台军卫报也加入战局,先是有两名现役军人公开力挺蔡英文,之后, 台防长又公然宣称台军要传承黄花岗烈士精神,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团队,一时间引发外界联想。 台退役陆军中将吴思怀,昨日26日,在脸书发文忧心表示, 国防部内上逢迎的香烟作法后患无穷,若继续下去,台军必将麻烦。 吴思怀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7日报道, 在尼加拉瓜受训的台军现役女少校王毅, 日前在脸书中发文力挺蔡英文, 还声称蔡最有勇气,同时攻击休役。 周杨娜娜与部分台军退役军官亲战, 之后台空军事官长萧警方又投出媒体。 赞扬蔡英文拥有台湾精神, 并批蓝营接受九二共识。 对于王毅的贴文,台军方表示尊重。 昨日,台国防部在举行三二十九青年节庆祝大会, 继四月份乐会时, 台航长颜德发宣称, 台军要传承黄花岗烈士精神,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团队, 而台媒对此认为, 在接连传出台军官兵表态支持蔡英文, 且已然向陆营靠拢引发质疑时, 台国防部又在此时强调黄花岗先烈, 难免惹人联想支持蔡英文。 对此,台退将吴思怀二六日在脸书发文反问, 难道台军将校们准备表态选边了吗? 对于台国防部的做法, 吴思怀怒批, 若国防部继续相怨, 台军必将瓦解, 吴思怀表示, 他担忧的是国防部处理这件事的轻忽心态, 国防部的做法毫无原则, 魅上逢营的乡愿做法后患无穷, 严重的话会导致台军瓦解。 而对于台军事官公开支持蔡英文, 吴思怀表示, 信义军人可以有个人的政治选择, 但绝不合适公开表态, 国防部如果公开表示尊重, 就表示允许官兵们公开做这种表态, 将来军中个个都有要学啊, 以后针对统族议题, 大家都可以公开发言, 上媒体表态, 请问这个部队如何运作? 难道要逼迫全旅营, 连官兵选边站吗? 不追随我的立场, 考计给你最差, 升官没你的份, 这样子的部队还能训练吗? 还会有战力吗? 最后, 吴思怀喊话, 明天如果有军人投出媒体, 支持九二共识, 两岸和平统一, 国防部是否也应该表态尊重, 而且, 不可以让民进党当局秋后算账, 岛内网友担心照此下去, 军队会分成两个阵营, 在雅虎奇摩网站上, 不少网友留言, 军人是不能干政的, 还有人说, 台军在郭敏党时期, 不能表达政治立场, 而现在只要挺民进党, 好像杀人放火和礼合法, 更有人怒骂马屁军, 还有人说, 打仗不会, 看风向最悔, 去做生意吧, 当什么军人? 台湾中国时报27日, 也发表评论指, 台军中刮起的马屁风, 如不踩刹车, 很可能自毁军人的中立立场, 评论指, 以蔡英文的个性来看, 为了连任, 一定会用尽所有资源, 而让人担心的是, 军中基层的捧菜风, 开始或许是无心, 但在高层默许下, 甚或是陆营高层指示下, 吹起一阵马屁风, 如蔡英文当局为了连任, 不惜把军队也扯进来, 才令人不寒而立。 中国台湾网3月27日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蔡英文1028日晚将结束出访形成返台, 蔡赖正式进入民进党党内2020参选人初选对决, 赖清德将在周五29日起恢复竞选活动, 连续两天起在台北, 台南发表新书, 宣扬她的决策风格, 蔡英文周五则将主持春季, 报道说, 赖清德18日投入民进党内初选, 引爆政坛震撼胆, 由于紧接着21日至28日, 蔡英文就出访南太友邦, 为展现公平竞争, 赖宣布暂停公开活动, 尽管蔡英文并不领情, 强调很感谢她, 不过, 不太需要, 但赖仍信守承诺, 连日来都未安排活动, 蔡英文出访, 预计明晚八点返台, 赖清德也将恢复公开活动, 首播将发表新书用行动带来希望, 赖清德的决策风格, 与蔡英文展开党内初选的直球对决, 媒体询问赖将出书, 蔡是否会去购买, 蔡英文迂回地说, 我觉得我不买, 书店也会送我, 媒体不死心进一步追问, 蔡重申不是不想买的问题, 而是我不用买, 就有人会送我, 还说这是选举问题哦, 然后快闪离开, 海外网3月37日电, 27日上午,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 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 第一个问题, 韩国瑜在仗傲参访期间进入中联办, 是台湾地区首位进入中联办的地方首长, 蔡英文称, 韩国瑜此举是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 请问发言人如何回应, 第二个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访美期间, 提出了亲没有中的论述, 蔡英文称, 不会有人反对, 但重点是不能以主权为代价, 请问有何评论, 谢谢, 国台办回应表示, 您的第一个问题, 在韩市长访问期间, 香港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分别与其会面, 实际是正常的代价之道, 也体现了大陆对韩市长到访的重视, 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台独港独势力进行歪曲污蔑, 充分暴露了, 他们阻挠两岸和港澳开展交流合作, 损害同胞利益扶持的本质图谋, 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一国两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歪曲和抹杀不了的, 您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原则立场非常明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历史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个现实, 孙悟空在东海龙宫抄起了定海神针, 龙宫一阵海淀地动日后, 行者凭借神器, 降妖出拐, 在神魔两界闯出了名号, 打出了威风, 抱着唐僧取到了真经, 定海神针上古神器, 用一万三千六百斤, 当年, 羽王平定水换后, 将原用作测量将和湖海深险的神铁丢入大海, 溢在海河永固, 后明曰定海神针铁, 又换定海神针, 如今, 代代相传的神话, 早已成为经典, 高雄市长韩国瑜口中的定海神针, 也不再是孙大胜的金箍棒, 而是能够使两岸关系基础稳固, 行稳致远的九二共识, 二十十八年末, 台湾地方公职选举中, 黑马韩国瑜在露营地盘杀出一条血路, 当选高雄市长, 他认同九二共识, 比起功于政治算计的竞选对手, 更爱意高雄百姓的切身利益, 老百姓都想过好日子, 韩国瑜清楚地知道选民们为什么把票投给他, 在民进党因选举惨败陷入仇云惨恶的时节, 豁出去, 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成为两岸结枝的S.Logan, 韩柳有了新的内涵, 九二共识月升成为岛内网络热搜辞, 三月初, 国台办发布高雄市长韩国瑜将要率团参访香港、澳门、 深圳和厦门的消息一时成为热议,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对此表示欢迎, 并希望通过韩国瑜, 通过此行对高雄人民带来更多发展前景, 更大的生活福利, 刘洁一说得很明白, 即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 开展两岸同胞交流, 共享发展机遇, 共同增进福祉, 态度明确, 美好祝愿, 期待成果, 韩柳如期而至, 所到之处, 四个城市皆以同胞之力相待, 以同胞之心相交, 以同胞之情相携, 韩国瑜致情的一句香港同胞, 让网友炸了锅, 吸了粉, 挤了蛋, 暖了人心, 新闻灯下, 韩国瑜牵动着两岸极港澳同胞的心, 也搅乱倒那一帮人的心情, 一时间酸炎冷雨, 人身攻击, 行政警告纷至踏来, 甚至人还没回台湾, 五十万新台必发单已经开出, 出八戒卖不出人身果, 还不让孙悟空卖, 坚持九二共识, 为人民谋福, 成了卖台卖身, 韩国瑜果断回队, 一心为高雄人民找出入谋幸福, 我不害怕,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 这句早前出自大陆的精辟比喻, 并非韩国瑜受创, 但从台湾同胞嘴里说出来, 质地有声, 东方交流, 成果丰硕, 前景可期, 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浓于产品销售订单之外, 是建立长效交流机制, 是城市之间文教, 旅游交流, 乃至人才培养, 产业合作的更广阔空间, 是宵地有谈访的, 是宵地有谈访的,